面頸玉洞在偶爛的大廈都很好玩 有個小鬼女的姐姐在教我玩 一開始你去到E3那些人教你玩就教得很好 你會覺得他真的陪你玩 好像那些什麼... 什麼立不小心野元美亞陪你玩券 真的很認真陪你玩 他會...他自己又會了解遊戲 他會知道有什麼好東西 一開始說明他就說 你不用只看他 他怕你不會用眼鏡 他說你看看後面 後面也有東西 你看看前面高啊低啊 有花花草草都有一些過癮的東西 因為怕你第一次玩這些你不知道 我們平時打機就看死一點 電視機 你要周圍多點看啊 等等 而且在玩的時候他也是表情多多 也是典型外國人的那些 就噢 看到我在那邊很激動 他扔我不中 他就在大大聲張張開口 你看到 你玩得很厲害啊 Play very good 他在那讚你啊 會玩得很開心 你跟他玩完之後 你都會覺得你自然會謝謝你 因為他很用心地陪你玩 你就自然會說 很感謝你啊 讓我體驗了一些有趣的時間 或者怎麼樣 很自然的 你自然一定會說 謝謝你 你教得很好 你很歡樂的 過程 雖然看上去短短的 就像打電話機 不是說什麼 但你玩下去 你又會覺得過癮 好 對 那些姐姐的教得很好 你怎麼知道他表情多 聽到他講話 語氣都知道 就是這樣 什麼 噢 你經常都是這樣 你會聽到 你玩的 雖然他扯著眼罩 你感覺到 他在那邊說話 他在嘴巴說 也有口水跟你聊天 什麼watch out 什麼 即是準備出超必 他在嘴巴說話 這樣說 好 總之他有做功課 你要知道他不是在嘻 嘻 跟你玩 他自己也開心 還有你留意一下 他們 即是可能你去亞洲地區 找一個超美的姐姐 有些姐姐未必是會打遊戲 即是可能她是不可愛 或者什麼 美女 樣子漂亮 樣貌娟好 但對遊戲沒有什麼熟悉 你問她什麼不懂 我怎麼知道 玩什麼 只試 嘻嘻嘻嘻 嘻嘻嘻 你看看 這裡 衣服 這個姐姐 這個姐姐也不是很漂亮 很標青 身材也不是No.1 但你跟她玩 你會很開心 比你跟一個 超美美女 魔鬼 魔鬼 身材 然後 美女 完全不懂 玩 你自己玩 你很無人 你跟這些姐姐玩 反而更有親切感 聊聊天 聊聊 她又教到你 這遊戲好玩之處 是什麼 你玩完之後 你會覺得身心舒暢 好正 而不是這樣 哦 即是很機械 你不會只有過程 你不會說 我打完 你會有快樂 我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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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有美女陪 還會玩遊戲 我來這裡 就是玩遊戲 你看美女 其他地方 都可以看主賽 美女 美女 那我現在要玩遊戲 你給我一個美女 我問你問題 你解決不了 或者她陪不到你 玩 你又沒有意思 不留場 嘲嘲嘲 這樣就不會過癮 好 好 來吧 你也上去看 好球 繼續 接著就去什麼 什麼聲箭 那些 聲箭那些都大開眼界 你看到 荷里活就是荷里活 你看到聲箭那些 道具 那些 很簡單的 做一做 你已經覺得很擠 很擠 戰機 那些 荷里活 那些 影片 這樣做 你看到平日 那些 億萬劇製的 那些 影片 其實可能 人家荷里活 搞十幾秒 你香港技術 可能 搞 又貴 又搞很久 做這些 可能 要 一個月 時間 那 荷里活 是幾秒 那些 很容易 按個按鈕 這樣就搞定了 那些 衣服 道具 又幫你 搞好 又很好 你會體驗到 那些 你覺得 美國又很懂 搞 這些 探位 例如 會 聽到 你不要說 多餘 香港的 我很醜 那些 弄成下 展覽 弄成下 美國 不會有這些 那些 一格格的 那些 非常不一樣 有一個 有一個 有個 斟 大 等 那些 鬼佬一定不流行 鬼佬喜歡做開陽色 四面都能接受 每間店有自己的特色 外面有些喜歡放一些公仔 雕像 有些是做這些遊戲 給星戰戰機來開 你一定吸引 你不會很少去到 每個人都會看到一色一樣的東西 在這裏一定會看到不同 每個攤位都會有心思 你會看到他們認真做 你可能會說錢更多 他們一定會搞得更厲害 我覺得如果E3在香港搞 都是這樣 每人一格街磚 Square一格 Colomi一格 很整齊齊齊 隨便擺幾部電視 給你玩玩遊戲 擺幾個美女 穿他們公司制服 然後拿著手掣 站在那裏 自然有人拍照 就算了 你對他們 你對他們 喜歡拍照 喜歡看美女的人 可能會很開心 你喜歡遊戲的人 或者想見識的人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去到那裏就好 你對沒有什麼得著 相反E3就反過來 從來未打過電視機的人 進去E3 就肯定會很震撼 原來遊戲機這麼好玩 原來遊戲機這麼好玩 如果在香港就反過來 如果你是喜歡遊戲機的人 你去那些遊戲展 就差一點點 又是這些 有些人很迫 不如回家打 打好過吧 還出來 又不是有些特別有趣的 攤位 你又會覺得 去來幹什麼 有時候會有些疑問 你也會 有什麼看美女和打遊戲 給你選擇 怎麼選擇 當然是打遊戲 美女有什麼好看的 給你看 給你看 現在開始有個美女 超美的 美得天鮮下飯 現在開始給你看 看夠十分鐘好味 看夠半個小時 你眼睛都乾了 你都在想還有什麼好看 你會不會玩 玩遊戲機 你一直打 有不同的反應 等等 玩下去 玩了很久 FIFA 會連出一集都給你玩一年 一個美女 看 看 看 在動漫節 或者有一個場合 讓你看 她穿 制服 或是怎樣 一套的衣服 看 看得多久 對不對 對 還不是 只有看 好 毫無互動 看 看 看 上網看 很多女明星美女 想找新門結衣 可以看 更方便 看美女 對 對 然後 主要是 然後 就 有些人 對 然後 拍到那裏 有些人 以為 那些錢加多了 他說問EA EA廣告費 那些 證明了你們的閱讀理解 有些問題 你看到旁邊的成就 寫著 奧斯卡影帝 那怎麼會是 什麼廣告費 那些 證明了你們 那個閱讀理解 有些問題 你看到旁邊的成就 寫著 什麼 奧斯卡影帝 那怎麼會是 什麼廣告費 那是一套 電影 然後 那裏還有一個 寫著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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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m 怎麼會是 什麼 EA拍電影 說 奧斯卡 這裏就是 出現一個電影的 電影片集 你看 接下來 12月 This Christmas 是一個 電影的片段 來的 有些人 居然以為 這是什麼廣告費 就是證明你們對故事的理解 不是 不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不是說 可能你沒有留心看 或者怎樣 不然就正常 不會想到這個方向 理論上 我認識 我認識 蛤 那個是什麼 Taggol Film 認識嗎 這個是電影 FILM 那裏是電影 他說 影帝不可以拍廣告 我可以拍廣告 但是那件事 你會不會說 星球大戰 今年又有星球 《侏羅紀世界》 是一套 賣恐龍廣告 你會不會說 兩個 在戲院 史蒂芬 史不保 新的電影 《侏羅紀世界》 其實是幫一個 恐龍 替暴龍 三角龍 賣的 兩三小時 廣告 在戲院播 如果你想看這個廣告 你就去戲院 現在各大院線也有播 你就給錢 入場買票 就看這個廣告 那不同 一個聖日電影 電影 廣告 《星球大戰》 這個是一個 電影 不會是一個廣告 我很喜歡看《Star Wars》 這系列的廣告 它在宣傳外太空 太空戰鬥 什麼戰艦 什麼元力 賣得很好 已經賣了幾十年 四五十年 黑白片賣到現在 那些CG特技 進步很多 你不會這麼說 你會說 《星戰友》系列 這套電影很棒 一個好的作品 講述什麼 絕地沒有事 遮大 什麼什麼 什麼 這樣說 好 來 兩個騎馬 想比出去 可惜 被人難倒 然後到最後 騎馬 騎馬 好看 騎馬這部分 我超厲害 騎馬 騎術很好 我一開始已經是 純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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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 蛤 看到我的術 如何純幅 馬匹 馬匹 一般的馬 通常都不是很聽人指示 野性難術 什麼野馬 放蕩不羈 那些 這樣的意思 我一開始已經是 叫到一隻馬 入鏡頭 過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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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把馬匹滑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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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看可能你不會感受到很巨型 去到你真的神經病 你會覺得真的超大 好像看北九之拳雷奧那隻馬 差不多 人高過一個人有多 超厲害 你看其他馬不是的 你看亞洲或其他地區的馬 真是矮小很多 不知道美國那些特別大 有馬都有很多品種 那種蒙古的馬是很矮的 你看古裝片 有些人很喜歡騎馬 突然跳到地上走兩步 然後騎上去 你在美國一定沒有可能做到這些 因為你沒有可能一隻馬太高 你沒有可能扶著 除非你腳離地 你一碰地你基本上很難爬上去 超巨型的 大隻到不得了 然後呢 我是雷奧 我差不多雷奧 你看到我站下去 剛剛好 我身高可以跟這隻馬 自己上到馬 我騎的那隻馬也超大隻 當然騎 我第一次騎已經超厲害了 不用說了 立刻叫他轉左轉左 那隻馬就立刻叫他看鏡頭 我看鏡頭 停 立刻停 然後就立刻停 沒有問題的 這些人立刻叫他 後來 後來我學懂了基本的東西 就立刻問他我如何加速 然後呢 你看影片 你又會知道 我經常說 嘻嘻嘻嘻 你知道這樣 不停發出這些 好像石一樣 那些 然後那隻馬就會懂得加速 有一個口令 有一個暗號 那你 你們以為 其實騎馬也有難度 不是每次都可以 你看我 有時候你都會看到 他不受我控制 你不要以為 你騎的好馬 別人順腹 不是 那隻馬會扭計 會不聽你說的 我試過不斷 叫他加速 這一段只是一開始熱身 其實有些情況 其實真正騎 我們是騎很遠 繞整個圈 就是出去有些馬路 那些騎 他們有 好像香港有單車勁 他們有騎馬勁 在走出街 那樣 那就是他 工作人員說 有什麼危險 你騎出馬 即是出街 你又不要拿單手拿機 還是什麼 你要我收起來 沒得拍給你看 只能在熱身區 拍給你看 在那裡 我試過不斷叫馬加速 或者不斷叫他扭 我想扭 外面 他會跟你鬥力 你以為你想轉右 當然 他會馬上扯向左邊 我死都不轉右 他會故意轉向左邊 走 然後 在那個時候 你又會知道 他有點生氣 還是讓你脾氣 你看 你要怎樣 你要跟他 控制 你要被下馬威 怎樣 讓你聽你說話 就有 技巧 在那裡 不是下下 有時他加速 你勒他 他又會瘋 他不斷拉 不斷拉 不斷拉 有時你想慢 他又會 扭 沒有辦法 我記得有一次狂加速 我狂在那裡 狂在那裡 然後 他突然停了幾秒 他肯定不想加速 懶 你又跟他說 好吧 算吧 走 輕輕踢他兩腳 然後 他又會繼續去 我同行還有幾個鬼妹 剛好是很小 三四歲的鬼妹 神經病 他一來到 他聲稱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 好像都說是第一次騎 然後 他狂想加速 他又不懂 口令 即是有一個密碼 他怎樣加速 他就不斷拉 拉著馬 肚子 大家看古裝片 經常看到那些人 雙腳一夾 騎馬 肚腩 馬就加速 然後 然後 拿兩隻腳大力 勾到馬的側腹 然後 那個小妹 神經病 她有這麼大力 只有這麼大力 狂 我們看了她全程 我們一起走騎馬 她全程狂勾 對 用腳狂踢馬 踢到神經病 那隻馬 沒有怎麼加速 有時候會加速 但是 這隻馬 我不知道痛不痛 但是 沒有什麼理會 就算你繞下去 她也不會加速 她可能有訓練過 不准繞下去 不是加速 是 就是 他們普遍就是 一定要這樣 嘖嘖 才會加速 就是用聽覺 控制 溝通 不是 好像你平時 看跑馬 香港 快活谷 那些騎師 就不知怎麼搖 薑繩 她就懂自己 自己走 不是 是要在那裡聊天 跟馬 說話 才會加速 騎馬 你以為騎馬 很舒適 不會累 或者怎樣 不是 你騎馬 你讓她這樣蹲 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用到 背肌 和腹肌 腰的位置 你會覺得 很 騎完之後 第二天 很酸 那個位置 不知道是什麼 奇怪 沒有什麼 又不是說 舉重 舉啞鈴 做什麼 背部 這麼酸 我也不知道 現在 不知道什麼 可能蹲蹲蹲 你蹲蹲的時候 或者 她向前 突然間 加速 或者 不知道 可能你扯薑繩 還是怎樣 你會用到的力 我小時候 以前不是有 騎馬機 我心想 神經病 這些騎馬機 有什麼可能 會 練到什麼 大佬 騎馬機 騎馬機 怎麼騎 騎完 就收到身 有什麼可能 現在做完一次 才發現 背肌 很酸 痛 三歲雙腳 可以長到 馬桃 還沒去到馬桃 那 就算是成年人 雙腳也騎不到馬 我意思是 側腹的位置 騎下去 雙腳這樣夾 有什麼奇怪 我沒有說 雙腳可以捲著 整隻馬 騎不住 大人也不行 長腿 像我 也騎不住 好 對了 這裏美國騎馬有好處 在香港騎馬 我猜到肯定 一定會有一個教練 管理員 還要走 Giriguru 學上幾課 一開始就 拿一個 什麼牌照 香港人最流行的 騎馬 或者 點點點 通常很複雜 有很多限制 就算不是有牌照 總之說 你不准跑 不准加速 不准怎樣 不准大力 踢馬 叫他加速 不准勒姜成 肯定是這樣 但美國是不同的 他一開始 很簡單 交極 斜 站好一點 一開始就有一個 導師 站著身 拉右 馬就轉右 拉左 轉左 然後 加速那些 他不教 就是偷問 墨西哥佬 一開始有另一個導師 加速那些不教 當然他不會叫你 No Don't 什麼 他不會說 不要吐 當然你喜歡 你自己玩 你喜歡怎樣 美國人 又是很放任 自由 即使你是第一次初學者 他也不會有很多限制 有你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他說 Be careful 他叫你 不要 不要大 他就說 你不要拿CAM上去 Danger 他唯一一件事 但是他比騎 騎的方面 真的有利 騎 很自在 你又很free 騎 你在香港一定不會 做任何活動都好 或者有個人拉著馬 你就完全不是那種feel 你不是自己騎 是有人帶你油花園 這種感覺 很棒 所以你的感覺會很良好 而且走騎馬 在香港最多圍爪 你在圍爪裡 馬圈裡慢慢走 又很小 不是 美國有很多騎馬 走出街 小心 看那邊有車 你自己騎 都無所謂 你就會覺得很棒 這些 真是鬼佬 鬼佬 很多時候任何活動都是這樣 射槍 射槍 射槍也是 射槍也是 我也是 但有沒有射過 沒有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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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射A-K 射任何槍械 都可以 沒有所謂 你喜歡就射 沒有限制 我只是問你 是否第一次來 要不要教你們槍 如何入彈 如果是 你學過 他就不教 我紛紛 我覺得是這樣 他就說 你學過 好 然後就 想玩什麼槍 然後就說 子彈多少錢 槍多少錢 就拿去 連槍 鬼佬 凡是玩的 我感覺上 美國佬 很自由 喜歡 你喜歡怎樣玩 就怎樣玩 他設定好規矩 盡量 不要意外 這樣 就讓你自由 你喜歡怎樣玩 不會阻礙你 啊 騎馬出街 玩無雙 我也想 我也想 在香港 在香港 騎馬 也很困難 肯定是不能在街上走 那些 什麼懶 不是懶 他是 他是覺得 沒有需要 或者自由 不用囉嗦 他不喜歡管 他覺得這樣不好玩 他們是 即是 你在香港 那些什麼機動遊戲 可能都很 呃 會說很多 規矩 什麼什麼 說很多 鬼佬很簡單 過來 把安全帶 壓下去 等等 搞定 然後他就 有理 我去完環球影城 那些 他那些 安全帶 壓下去 然後 兩下 很簡單 一開始就是 手握 叫所有人 舉高手 什麼 叫兩聲 這樣 然後他就 安全帶 下來 然後就過來 叫你們自己試試 推上去 用力 能否推到 可以了 準備玩 好 不會很多 小心 很多廣播 逐個 檢查到 很認真 香港這些 也有好 你說機動遊戲 我覺得 認真 有好處 畢竟很嚴重 你發現 上去之後 扣是鬆的 嘩 你的手 就算多厲害 捉得多實 我想你跳扭機 如果你發現 你的安全帶 扣 就算你的手 扣椅子 扣得多厲害 以人力來說 也不可能 力保自己 不死 正路 好 然後就是這樣 騎馬 挺好玩 我覺得不錯 然後 為什麼 這隻馬 為什麼 不受我控制 最後 告訴你 是有個原因 為什麼 他經常推到 那邊 因為那個墨西哥 在那裡 應該是我過中 那時候 已經玩超過 時數 然後 那個人 暗喊 說那些 暗號 還是什麼 因為他始終這隻馬 是 那個墨西哥 人照顧得多 他才是真正的主人 他的米飯班主 是他 那時候他就開始 不聽我說了 就知道我米飯班主 叫他 不能 維抗他的主 那個旨意 暗喊 就自己回去 啊 很好啊 他 很壞 很無情 立刻 大難臨頭 就馬上不理你了 啊 墨西哥 人叫我回去 說你 跟你騎了這麼久 有感情 不回 啊 啊 我米飯班主 很生氣 暗喊 他走 就不是我的技術 騎術問題 但是那個墨西哥 人也好 就是他 我有問他加速 那些秘技 他都肯搞 哇 太慢了 我要速度 然後他就 嘖嘖 他就這樣說 他就叫我 在這裡說 然後我就馬上試 真的加速 好 來了 另一波 你知不知道墨西哥人很厲害 他一邊騎馬一邊幫我拍照 他